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严重的还会危及个人生命 不得不予以重视 下面就来说说各个部位长错痣可能带来的后果 以及对人们命运有影响的胸痣长在什么地方吧 一 锁骨长痣 痣向中脖子与肩膀的链接部位 锁骨这个部位 如果长有一颗纯黑色的痣 这样的痣则是大极臣 这样的人单纯没有太多心机 属于是能不计较就不计较的人 宽阔的胸怀 使得他们拥有很好的人缘 贵人较多 婚姻也比较幸福 但是如果这颗痣颜色不纯 或者形象不规则 这颗痣十有八九 是一颗大胸痣 对财运有很大的损害 经常会出现漏财破财的状况 并且长有这颗恶痣的人 婚姻不好 晚年孤单贫困 二 胸前长痣 我们经常认为 胸前长痣的人 都是胸有大痣的表现 其实胸前并不是 所有的痣都是好痣 也有恶痣存在 如果这一颗痣长在双乳之间 在相学中则被称为狼心狗肺痣 长有这颗痣的人 性格经常会反复无常 对待自己的利益十分看重 以至于他们经常做出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事情来 在人缘方面比较差 身边很多朋友 亲人都讨厌他们 朋友远离亲人关系淡 如果女人这里长痣 亦有桃花结 感情不顺 三 脚后跟长痣 这里长得黑色的痣像中 被叫做麻烦不断痣 长有这颗痣的人 在生活工作中 无论做什么 都会不顺利 麻烦不断 这颗痣就是霉运痣 总会有霉运跟随在身后 导致事业坎坷不顺 一生多劳碌 而且收不到成果 在与异性的交往中 有这颗痣的人 经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导致感情破裂 四 脖子后面长痣 后面脖子中间位置的痣 感情瓜葛痣 也常叫做苦情痣 长有这颗恶痣的人 霉运主要表现在感情方面 容易遭遇烂桃花 遇人不输被骗 从而出现感情危机 或者婚姻危机 但是这里长痣的人 在事业上却是一番大好光景 容易遇到贵人相助 从而成就自己的成功 五 手臂后方长痣 长在手臂后方的痣 又被称为孤儿寡女痣 这种痣相的人 主要是说晚年生活孤独 身边没有亲人 孤儿寡女 是指这种人感情较差 在异性人缘方面比较差 就算好不容易拥有一段婚姻 他们也不懂得珍惜 最后走向离婚的边缘 生活上也过得艰辛 与家中六亲不亲 老来无一 六 痣长在臂后 相学认为 长在手臂后的痣是单身痣 其状态显眼 分男人在左 女人在右 此痣一线会大损人际关系 与情侣分手 与家人不合 异性朋友少之又少 而且好不容易打破隔阂 成就婚姻了 也很可能出现离婚的悲剧 说直接点 此痣亦使人孤独终老 难免长久单身 因此 想要摆脱这种倾苦的生活 一旦发现 那么点掉最好 七 痣长在脚踝 尤其是非常明显的黑痣 生在脚后宫处 即俗称的脚踝 相学中认为 此为晦气痣 会给人惹上很多麻烦 就如同每天踩着晦气一般 做什么事情都难以舒展 人生中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此痣出现的话 点掉最好 但要注意效果 不可留下凹痕 也要防止其再生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喜欢光着脚踝的话 这颗痣就要点掉 否则惹来的麻烦 将会层出不穷 八 痣长在胸口 通常人们用心胸豁达 来形容一个人气量的宽广 同样的 在相学中 胸口的痣 也是被认为影响人际关系 以及个人气度的痣 假如有一颗痣 正好长在双乳之间 也就是胸口中心 这样就成了相学中的狼心狗肺痣 非常不利于人际关系 往往会被人误解和伤害 并且在因缘上来看 这颗痣也会带来重重困扰 痣长在后颈 如果痣长在后颈中心 那么情路注定是坎坷的 相学中定义此痣为苦情痣 男女有此痣的话 感情都会走得异常不顺利 这就正印了那句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虽然投入了很深厚的感情 但终究得不到缘分的眷顾 常常出现暗恋 或者感情不了了之的情况 并且带有此痣者 其用情都是非常专一的 虽然他们情路不顺 但却是伴侣的最佳人选 所以遇上带有此痣的人 感觉不错的话 就赶紧抓住吧 9.山根上长有恶痣 若是一个人的山根上长有恶痣 那就说明这个人的婚姻不会顺利 因为山根面向中被称为夫妻座 若是低限或者长有恶痣 是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 若是男人长有这颗恶痣 那就会对婚姻不忠诚 三心二意 这样婚姻也不会长久 若是女人长有恶痣 那就会给丈夫带来霉运 需要防止车祸 这种女人就是再嫁命 一夫难以到头 10.眉毛下方的恶痣 这个地方长有恶痣 那就是典型的灾恶痣了 这颗痣不管它的外形如何 哪怕外形是好志向 那也不会带来好的运势 因为面向中提到 若是这颗痣是长在左眉下方 那就代表着命中有人劫财 若是右边长痣 那就可能出现天灾人祸 虽然这颗痣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什么影响 但还是需要小心谨慎 这样身体才能够得到保障 11.额头上方长有恶痣 若是有恶痣长在了额头上方 紧离发际线的位置 那你可要注意了 这颗痣不仅是有着破财的能力 还会带来灾祸 拥有这种志向的人 外出容易遇到灾祸 多为交通事故 虽意外有大有小 但也是需要注意的 不然突然来个大灾 那可是躲都躲不了 所以这种人还是尽量少外出 若是出去 可佩戴一些转运的器物 来保护自己 12.肋堂长有恶痣 肋堂在面向上 也被称为儿女工 位于我们下眼瞼的位置 关系着子女的整体运势情况 也关系着子女身体是否健康 类堂甘别有乱闻的人 子女的整体运势不佳 且体弱多病 需要家长操劳 劳累奔波停不下来 若是这个地方出现了恶痣 那这种人就可能因为 接受不了生活的压力 从而丢弃妻子孩子 所以若是有这种痣 千万不要留 快点点掉 此外 对于恶痣而言 许多的朋友 想采取消极的办法 从而改变自己的困境 再次向大家强调一下 去除恶痣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起到摆脱困境的作用 但是这种方法 只会用到削弱恶痣 对于大家的影响 从而本质上 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 并且 如果不能很好去除 还会有破相的危险 对于大家极为不利 所以劝告大家 除了消除恶痣之外 积累功德与福报 才是最佳的改命良方 太上感应篇月 福或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一念为善 福虽未至 或已远离 一念为恶 或未虽至 福已远离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果不虚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